明天 其实本市会有部分的轨道交通和公交线路会恢复通行 我们黄埔公安部门也是根据要求对这个恢复的交通线路所涉及的路口和路段的路障 进行一个全部的这样的一个刑处 并且在区和区交界的路口 我们会派民警进行一个这个固守 然后呢我们对公交车呢也会有一个快速的通道 那么公交车通行的时候呢 我们会直接放行不会进行查验 但是对其他的车辆经过的话呢 我们还是会按照原来的要求 如果符合要求会放行 不符合要求还是会进行一个劝法